好那么今年的文旦幼评仙比赛 45户的参赛文旦幼品质水准不分宣制 竞争是相当的激烈 那评审团除了一致肯定 幼农用心的管理 尤其多数超过50年的老虫文旦幼 现在更多是农二代来接管 那么担任评审代表的嘉义大学教授 李敏雄就说了 瑞瑟文旦产业新旧传承发展 品质跟西部是并驾齐驱 甚至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文旦幼评仙比赛 评审团现场随机取样进行 包括了形状及大小 重量 肉质风味 种子数 糖度等品评 今年度多金的农民 糖度平均都超过12度以上 肉质风味均属上乘 竞争相当激烈 这个文旦幼评仙 总共有43位的农友参加 那突破以往的这个记录 那是有史以来最多人参加的一年 今年的文旦幼产期期间 受到天后影响胜据 品质相较去年有些违降 但是由于平均树林 都已超过4、50年的老藏 产出的果肉品质有一定水准 再加上农民精湛的栽种管理技术 让瑞瑟文旦幼的整体产值 与西部产区部分宣制 足以辟敌 东部这边特别是瑞瑟这边 柚子的树林已经足够到生产高品质的柚子了 所以说这个整个在市场上面 这个口碑应该是慢慢慢慢会建立起来 今年从西部台南麻豆、斗六 一路到苗栗等文旦幼产区 担任评鉴比赛评审的嘉义大学教授吕明雄 这一次来评鉴瑞瑟乡的文旦幼 发现这一次有许多农二代等新秀参赛 肯定瑞瑟文旦幼产业新旧传承与发展的正向能量 今年来参加比赛的 我们就发现是有很多新的这一些果农 他刚刚种了几年的 所以他也来参加比赛 就是表示我们这边的这个文旦的产业 后续有人 这个是跟西部不太一样 针对今年花林文旦幼 因为天后因素品质违降 评审之一的花林农该厂助理研究员刘启祥表示 今年获奖率提升 果肉细致度以及口感风味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而其中不乏有甜度达到13度的水准 整体而言瑞瑟乡的文旦幼都超过国品的标准 值得消费者采购品尝 记者时遇人瑞瑟采访报道